喂 小宝 妈咪 妈咪要先取山庄 咱们待会儿见好不好 小宝真乖 来 亲一个 好好好 再见 走了 小宝 怎么了 妈妈在身上 等我 小宝 小宝 收拾一下行李准备出发了 高手 收拾得还挺全的 喂 来 走 走 跟我来 走 万事都要讲究效率才行 你怎么现在就来了 为了保证小宝的安全 让他更好地融入到集体生活 我决定 亲自把控活动场馆的布置 确保万无一失 好 你们这样分类是不科学的 首先 积木类要放在一起 汽车类的玩具要放在一起 千万不要低估了小朋友的学习和分辨能力 我来吧 你挂烦了 你挂烦了 而且你挂这么高 你刘明都够不着玩 你自己玩吧 我有话想要对你说 说什么 我觉得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两个 如果你要是因为之前拒绝我而感到愧疚 那大可不必 你说什么呢 感情的事情勉强不来的 小女的瓜不紧不甜 吃了还容易坏肚子 这是我们合约结束前最后一次合作了 就好好陪小宝完成这项亲子活动吧 是我和你丧成什么误会了吧 之前那句话 我也是开玩笑的 你看我秦宇月像那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吗 无论是要在热带雨林里吃唱的 热带雨林 那个戴眼镜的数学老师 静雨鞋 我的菜 还有那个 倒三角腹肌男体育老师 棒 我喜欢 这 这样呢 看来你对我的魅力有所知 看着啊 哥们儿 快练得挺不错呀 我教体育的 我教体育的 我是那个一年级三班小宝的家长 你也可以认为我是小宝的姐姐 我想也不肯定有这么童年的妈妈呀 我 我来帮你 妈 好重啊 没事 帮你了 我来 听到哪有力啊 有女朋友吗 她没有女朋友 她有老婆 你 嫂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她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给她介绍一个 小笨蛋 人还没有这箱子沉呢 就来帮忙吧 不好意思 我太太平时在家 我不会让她干这些体力活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自己觉得力气没处吃 好不容易出来逮着机会 就想展现一下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关系 还有 我跟月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 平时谢谢你们 替我们照顾小宝 没事 各位 今天中午 我请大家在草地上吃烤肉 另外 我会把你们住宿 换到附近五星级酒店的套房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过 好 你刚才那是什么意思啊 只要合约还没解除 你就还是贺太太的身份 是小宝的妈咪 你要时刻注意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影响 保持跟异性的一些距离 自尊 自爱 对不起 我是我 你是你 我不是你的附属品 还有 我现在要去上洗手间 这也要注意公众影响吗 让一下 明天 自尊 自爱